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购买的一些东西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喜欢看的剧 因为感觉最近好看的剧其实没有那么多 我最近看了几个觉得还挺值得推荐的 不是那种网上推的爆款热剧 但是我觉得它们很值得看 我就不在视频里赘述了 我会把我喜欢看的这些呢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大家如果聚慌的话也可以去参考 OK,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先来分享两只包包 它们是来自同一个品牌Oleada 它们是一个在纽约设计的国货品牌 创始人也是华人女性 包包的包装和设计都充满了海浪的元素 寓意现代女性就像海浪一样 千姿百态,柔美而富有力量 这款奶茶色的水桶包我最近很喜欢背 日常通勤超级适合 这个灯塔包是他们家经典的设计 很极简,非常好搭配衣服 我选择的奶茶色非常温柔中性 尺寸选择了中号的 像我身高160背起来超级合适 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 因为是桶包的关系,容量超级大 中号是可以放下通勤药袋的iPad水杯 小的化妆包等等,很够用 开口很大,方便随手拿取东西 里面自带一个小的包装包 可以放一些贵重物品或者是经常需要使用的东西 它除了手拎还有可调节的肩带,方便斜胯 我平时最喜欢的就是能斜胯的包包 非常解放双手 跟我一样喜欢简约风格的话呢 这款很推荐 皮子采用了防滑伤的意大利头层牛皮 摸上去质感也非常好 很柔软 自重也非常轻 本身皮革呢还防水抗污 日常打理起来很省心 它还有两个其他尺寸的 一个比中号更大一些 可以放下13寸的电脑 高个妹子或者平时需要外出带电脑的话 很推荐大号的 大号的很多欧美国主也都有杯 是很简约的高级感 还有一个小号的 大小类似手机包 很可爱 就真的是可以放下手机的大小 颜色也有很多选择 中性的会更百搭一些 彩色的呢春夏杯也很好看 另外一支是半月型的Echo包 颜色我超喜欢 是很浓郁的栗子棕色 搭配白色的外缝线 撞色的反差设计非常好看 颜色也很百搭 包包自重很轻 这款的皮子是没有压纹的 皮质也非常细腻 这款尺寸更小巧一些 半月型的包型设计呢 肩背非常好看 它除了肩背 还可以当腰包 系在腰间 它的大小还可以单独 作为手拿包来用 肩带调到最长 还可以斜胯 有很多种背法 可以配合多种搭配 开口是吸扣的设计 拿取东西也很方便 它看着小小一颗 其实可以装下 平时要带的所有东西 像是手机啊 耳机 钥匙 小的卡包 单洗手等等 还是蛮能装的 背面有一个小的口袋 可以插手机啊 或者是放一些 常用的小卡片什么的 很方便 那我这几年 也是越来越关注环保了嘛 它们也是一个 非常有环保理念的品牌 官罗有提供 包包回收的活动 如果你手上有废弃的 它们品牌的包 可以寄给它们 去做回收再利用 确实它们的很多包款 也都采用了再生皮来做 会对环境更加友好 可持续 一条三宅一生的裤子 我入的这条是男款的 比起女款呢 我更喜欢男款的设计 它的打褶会更宽 裤管的宽度 也会比女款的宽松很多 穿上感觉也更休闲一些 男款的裤子长度 一般都更长嘛 所以我也有这个担心 怕不适合小个子穿 这款选择的是CROFT 穿上刚好在脚踝椅上 裤长超级完美 腰围宽了一些 但还好有抽绳 系紧了穿也完全没问题 三宅一生女款的裤子 一直很火 但我一直觉得很像健美裤 可能是因为版型 更瘦更贴腿的缘故吧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的话 男款我超级推荐 感觉会成为我春夏的 go to pants 两件来自 Lily Silk的羊绒衫 也是最近在家出门 都很常穿的 奶茶色这件是 连帽卫衣的设计 那这种设计在羊绒衫里 也蛮常见的了 很简洁 很好搭配 卫衣的设计 让整件羊绒衫 多了一些休闲的感觉 搭配牛仔裤 运动鞋就非常好 那卫衣的样式 让它跟运动裤 搭配起来也非常适合 而且穿起来呢 很舒服 很自在 奶茶色调的也超级温柔 跟奶茶包包 刚好做一个 同色系的穿搭 超级适合 灰色的开衫设计也很极简 前面除了小巧的扣子 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 前面的V领 搭配浅色内搭 和宽一点的裤子 就能穿出 Dero一样的大牌效果 灰色调的也很高级 颜色深浅恰到好处 这件内搭外穿都很棒 两件毛衣的料子 都是百分之百羊绒的 摸上去超级软 穿起来也很轻 保暖度非常好 我个人的穿衣习惯是穿任何毛衣里面都会搭配打底衫的 如果你喜欢贴身穿的话 这两件也完全不扎 之后是一套他们家的真思产品 他们本身就是以真思产品出名的嘛 这件真思条纹衬衫版型是非常简单的 微微阔形的设计 线条很利落 蓝白条纹的设计呢 春夏穿起来特别清爽 直接单穿就很好看 很随性的感觉 那塞在裤子里穿会更利落 更显腰身 面料是他们家经典的真思面料 穿真思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舒服透气 对皮肤特别好 真思衬衫的护理也非常简单 我以前在衬衫合集里有分享过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搭配的这条白裤子 裤型我超级喜欢 是那种宽松的西裤版型 剪裁对身材很包容 剪腰系的同时呢 裤管够宽够垂坠 可以遮住大粗腿 白色裤子也是我春夏 最喜欢穿的一类单品 比牛仔裤搭配起来更特别 有一种不费力的高级感 裤子的料子也是百分之百真思的 穿上超级舒服透气 虽说是真思 但它是那种雾感真思 完全不用担心面料会发亮 虽然这件是白裤子 它也完全不会透 这点还挺好的 非常省心 裤长对于160小个子的我来说 还是略长了 不过穿带跟的鞋就OK 挽一下裤脚也可以当全长的裤子来穿 两瓶Jhana的指甲油 我的指甲油几乎都是他们家的 这次买了两个比较秋冬的颜色 还挺喜欢的 一个是我手上现在擦的这个灰色 它比普通的灰色多了一些淡淡的紫调 还挺特别的 那这个颜色比他们家其他颜色显色度都要好 涂一层就能很好的遮盖 而且很容易涂匀 另外一个乍看是黑色 其实涂起来是咖啡色调的深色 有人形容是豆角棕 我感觉涂在手上是比较深的咖啡棕色吧 很显手白 那这瓶也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关系 涂一层就够了 也很容易涂匀 这两个颜色还挺适合现在的季节来涂的 我买了之后就换着擦 很喜欢 一双slingback高跟鞋 是seven or nine他们家的鞋子 那之前他们家的高跟鞋 还有靴子我都分享过 很好穿 这次的这双slingback高跟鞋 其实样式跟他们家之前的高跟鞋是一样的 前面是小尖头设计 然后在鞋口这里是V字形的 比起圆形的 我更喜欢V字形的这一种 有一些设计感 而且非常显脚瘦 那这双slingback的高跟鞋呢 鞋跟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比平底鞋稍微高一点 但又不像其他的高跟鞋一样穿起来那么的累 这个穿起来超级舒服 跟高走起来跟平底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也是采用了他们家独有的空气棉设计 穿起来完全不抹脚 这双鞋的尺码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我之前都选他们家37的鞋子 那这一双呢我选择了36的 因为想说春夏是可以单穿的 拿到之后36的穿上超级合适 一点都不紧 所以这双我感觉大家正马买就可以了 往大买会不跟脚 搭配的这款方形钻扣拿到手超级满意 做工很好很精致 而且非常的闪 搭配这双鞋子 一下子就从简约的风格变成了更加精致的感觉 非常有manolo方扣鞋的样子 让整双鞋也更加多变 同时适应更多的场合和穿搭 一件十足鸟的外套 来到西雅图户外运动多了起来 我也加入了鸟一的大坑 那买了一件这个Gamma是选的男款的 我一开始也拿不定尺码 所以买了两个号的 一件S一件M的 一开始我感觉S有点紧 可能是我当时衣服套的太厚了 然后后来又下单了M号的 那M号来了以后上身一对比 感觉好像还是S上身效果更好一些 M还是有点太宽松了 那这件应用的场合 还是春夏秋里面穿长袖更适合 感觉S穿起来就是微微宽松的效果 M里面套好几层厚衣服都可以 如果里面单穿件长袖的话 就会太宽松 而且袖子也更长 就有点不精神 我做了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最后可能还是会留S的 大家觉得呢 也欢迎给我一些意见 还入了几样宜家最近的新品 是跟一个设计师的联名产品 据说这个设计师自己的家居线卖的超级贵 那这次的合作系列也非常火 所以导致这次买的都是靠敦补货才买到的 首先是这个甜甜圈的灯 我家附近的店总缺货 这次看网上补货了 我就第一时间下单了 这个灯本身是个黄色的甜甜圈样子 不开灯就已经很好看了 开灯之后光线非常柔和 做家居装饰很有意思 平时即使不开灯 放在那儿也很好看 所以这个我还是很满意的 还买了两个香槟杯子 形状设计超级特别 那一般的香槟杯子都是细长型的居多 这个上半部分是扁平的 杯柄设计是奶白色 好看是好看 不过拿到手感觉质感比较一般 杯子整体有点轻飘飘的 上面贴着handmade的标志 看样子是纯手工烧制的 这两个打算之后呢 用来喝喝红酒啊 香槟什么的也不错 OK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吧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